州长库默周一宣布 自己的检测结果为阴性 在此前一天周日 库默还在疫情简报会上 邀请全副防护装备的医护人员 亲身示范检测的便利性 医护人员用一根棉签 插入库默的鼻腔取样 时间不超过一分钟 库默表示 检测能力在纽约州重启经济的过程中 扮演重要角色 目前全州的每日检测量已达4万例 检测率为7.1% 远高于世界上任何国家和地区 他说除了出现症状和必要工作者外 所有在第一阶段复工的民众 现在都可以进行检测 目前州府和美国连锁药房CVS合作 在全州60个CVS据点提供病毒检测服务 民众可以在网站查询 离自己家最近的检测点 另外 纽约市府日前宣布 没有保险的纽约人 也可以在全市123个CTMD 紧急护理中心进行免费检测 金台人记者金时纽约报道 就是想订阅我们的旅程 在旅程中